Hello,大家好,我是不爱摄雕,爱吐槽的郭大侠 今天继续给大家聊打子的花式行骗的故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 小朋友结识了在咖啡店打工的业余画家梅雪 梅雪热情地邀请小朋友参加自己的个人画展 几天后小朋友如业而至 却发现画展因某种原因被迫中止了 小朋友从咖啡店老板娘那里了解到 梅雪割腕自杀差点死掉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讲台上这位彬彬有礼的先生叫程奇 他是一个著名的美术评论家 在大学授课的时候盛赞了梅雪的画作 这让梅雪大受鼓舞 毕竟能得到美术权威程奇的首肯 将来肯定是前途无量 于是梅雪频繁带着自己的画作出入程奇的工作室 接下来的事情你懂得 两人交往了三个月后 梅雪提出让程奇出席自己的画展 艺术家程奇有点是美疲劳 从这以后两人便断了来往 小朋友打听到梅雪的住处后 打算安慰一下他 但梅雪却不开门 小朋友很生气 认为程奇就是个渣男 根本不配谈艺术 于是主动找到理查德 打算狠狠地坑他一笔 把子动用了私人情报网 对程奇展开了调查 程奇出身于寒门之家 父亲是个不入流的画家 程奇从小就看不惯父亲假清高的作派 于是立志成为一名美术评论家 期间误打误撞发掘了几幅被世人低估的名画 从此在艺术圈中名声雀起 程奇有三大爱好 吐槽 鉴定 玩女人 而且他经常把别人送来鉴定的作品 高额的差价 这种人渣中的战斗机 达子怎能轻易放过 达子这次乔装成不懂行的中国大妈 在程奇的拍卖会上 以千万的高价拍下了数幅作品 并成功引起了程奇的注意 达子通过和程奇的接触后发现 他虽然很渣 但是鉴定真伪能力非常的牛 一些不入流的艳品根本不能蒙控过关 与其花钱买艳品 倒不如自己画一幅 于是达子画了一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遭到了小朋友和理查德的一致否定后 达子想到了艳品鬼才半叔 这位半叔确实有两把刷子 他先是找来了一幅 毕加索时期不知名画家的作品 然后将画作上面的颜料给刮掉 接着仿照毕加索的绘画手法 创造了一幅足以以假乱真的 毕加索失传作品 第二天 小朋友带着作品找到了程奇 达子也很合时宜的出现 表示要花上亿元买这幅作品 万万没想到 程奇一眼就识破了这幅画是艳品 然后通知警方顺藤摸瓜 把半叔给抓了起来 回家后达子非常的自责 没想到程奇还真有两把刷子 达子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这是一张名片引起了达子的注意 于是 一个超级牛叉的骗局 在达子脑海中渐渐浮现了出来 三个月后 小朋友再次带着一堆画作找到了程奇 其中一幅画引起了程奇的注意 小朋友特意强调说 这是1923年 一个叫山本岩的不知名画家所做 然后兴兴地带着画作离开了 程奇回国未来 立马追上了小朋友 以五万元买下了那幅画 第二天拍卖会上 程奇把这幅画拿出来拍卖 他说这幅画创作于1923年 正值日本野兽派兴起的时候 市场极其稀少 非常的难得 场下达子也十分配合 直接开价一千万 台下观众纷纷议论 这个山本岩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网上 山本岩甚至成为一个热名的话题 正在程奇为自己的发现洋洋得意时 一位大叔表示 自己也有山本岩的画作 程奇从大叔口中 打听到了山本岩的生前住址 另一边 李沙德假扮山本岩的侄子 专程等候成奇上钩 听完李沙德讲述山本岩 曲折离奇的绅士后 程奇更加坚定 山本岩就是下一个繁高 在得知山本岩还有近50幅作品 尚未面试时 程奇激动的语无伦次 他决定开价一千万 把这些作品全部买下来 这时小朋友带着达子出来搅局 达子开出三亿高价买画 程奇一咬牙一跺脚 直接开出了3.25亿 成功拿下了山本岩所有的画作 回去后 程奇专门搞了一个山本岩专场拍卖会 看向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山本岩 山本岩搞的也是一脸懵圈 哎呦我去 我啥时候这么牛串呢 台上的程奇懵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该说的啥 山本岩是达子故意请到拍卖会现场的 想必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程奇连半叔这样的赢品鬼才都能识破 为什么会栽在达子手上呢 下面就是万众期待的解密事件 在解密之前 老郭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时代造就了梵高 还是梵高改变了这个时代 程奇作为一个权威美术评论家 让他最兴奋的事 不是发掘一两幅诗传画作 而是让他发掘另一个天才梵高 一幅画最值钱的地方 并非是图案本身 而是探寻这幅画的作者 和时代背景所包含的价值 梵高生前无名 画也卖不出去 现在的交易价格让人瞠目结舌 这是为什么呢 画还是那幅画 改变的是人们对画的看法 是谁让人们的审美发生改变 是一代又一代的美术评论家 准确地说 是接二连三 卖出梵高画作的权威美术评论家 于是山本岩 应运而生 他经历坎坷 命途多舛 又正好处于1923年 野兽派萌芽的特殊时期 人物故事件饱满 有槽点 上述的这些 仅是让程奇被骗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点就是 这些画都是出自小朋友之手 半叔之所以被程奇识破 并不是他的手段不够高明 而是他太距离于 毕加索的绘画手法 而这次小朋友画作则不同 他不仿照任何流派的创作风格 可以说是自成一派 假设采用了1923年左右的老画布 后期经过高温烧制 可以说真的是天衣无缝的大骗局 成奇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小朋友来到美雪的画展 发现美雪早就走出了阴影 而且还和一个中年色大叔混在一起 另一边 达子的后现代主义画作 被武士兰放在网上拍卖 竟然大叔追捧 瞬间就拍出了百万的高架 艺术真让人捉摸不透 整动完艺术圈 达子又瞄上了食品安全 据说还砸了好几亿 拍了一部电影 接下来达子又将如何花式情片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我是郭大侠 我在信用诈欺试的世界 等你